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情人好了 情人 好 这太经典了 真的 他最拿手 要对他好一点 现在新年了 他真的在卡拉OK里 怂点你的手 真的吗 再看一看 情人也不太好 咱这可能是唱歌 啊行啊 穿这首歌去不错 我以为这个 这首歌不行 来 开始吧 倒数三个数 3 2 1 哈哈哈哈 干嘛呢 哈哈哈 哎 脸练 他好像是骗人 不是不是 这个有点不太礼貌 你看 你听我说 你听我唱完以后 你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哎哎 我我我提词啊 啊啊 我提我提 我这样的我拿着我拿着我拿着 待会一会你看 他拿着我 我告诉你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啊 这里有个秘密 不是 这里面有个秘密 不是 这里面有个秘密 我跟大家说一下 长脸呢 因为经常在KTV里唱这首歌 但是刚才我们在走台的时候 他突然就是 一时间想不起来 都记得不全 对 结果我们杜大哥呢 就是特别的贴心 休息的时候 一直在旁边写 写 我们不知道在写什么 结果 再给我们长脸写歌词 亲手问 写歌词 真的 所以 杜大哥刚才还不好意思拿出来 其实他早就什么都会背下来 他是故意坑你这个歌词 杜大哥 就这个行为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亲 那来吧 我接下来给你看 其实我是想秀一下这个歌词而已 而且想秀一下杜大哥的字 杜大哥就是想保留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哈哈哈哈 秘密怎么到你们俩之间的秘密 哈哈哈哈 太棒了 我的偶像给我写的歌词 留下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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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人爱与更多 虚情假意的话不说 只有一个真心默默爱我 最珍贵的感动 今在不言中 键盘老师你毁了我的音乐 你知道吗 远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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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情人爱却更多 虚情压抑的话不说 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 最珍贵的感动 心在不言中 你跟着瞎搜了什么 好听 好听 我想跟杜德伟我的偶像说一下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键盘老师和我给你献丑了 我请你去东北特色 好 其实大家 一会儿 一会儿大家都会走咱们一起去 酸菜 好 大家可能都知道杜大哥不仅仅歌唱的 最重要的是舞跳的也特别的棒 尤其是一些热舞 而且还有一个称谓叫亚洲猫王 我是亚洲猫子 猫床 给你要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现场呢 还有一位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街舞教授 说您呢 您是街舞教授 所以呢 我现在改了 我现在保护他呢 他多喊姜 所以说 周大哥你今天来现场要有压力了 不仅仅要展示你非常帅气的舞蹈 有人向你挑战 跟我们来一段简单的 好不好 来一段 Michael的舞蹈好不好 MJ吗 MJ 对 他是我的舞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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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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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 我 莫文的歹口 劉敬 姬 孝順 我 人家多不想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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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好谢谢我们的天心我们的专心 你看 你看那个再次向杜德伟老师说声对不起 让你看一看什么叫群魔乱舞 哈哈哈 这就是舞蹈嘛 舞蹈舞蹈 舞着舞着就倒了 刚才说到我们杜大哥 一定要说起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就是情人 于是乎我们在现场又出了一道题目 是跟那个情人有关系的 我们设置了一个现场的 应该叫演技大笔拼环节 叫求婚 我给我们所有男嘉宾 都准备了几个词条 分别向金沙小姐来 进行求婚 可以各失其能各展其迹 秘密告诉他们我们准备的话是什么 金沙你命怎么那么好 好 这几句话呢首先男嘉宾先说 亲爱的嫁给我吧 金沙要说 再等等吧 男嘉宾呢接着说 再等就过保质期了 那金沙呢 那你凭什么娶我呀 只是简单的几个 自由发挥根据这个好不好 咱们杜大哥先来进行求婚 因为你是情人的鼻祖 对不对 来 给你们这个基本的梁子 来两位自由发挥好不好 准备 杜德伟究竟会怎样向金沙求婚呢 杜德伟究竟会怎样向金沙求婚呢 杜德伟究竟会怎样向金沙求婚呢